是孟远石 是波斯国进贡的 好消息啊 你这衣服什么料子的呀 好看的 这叫金蚕丝 只有我们香罗国才有 这波琪真好滑啊 还有啊 女卫博真好滑啊 这个一定很舒服的 这个真漂亮啊 这真漂亮 这怎么看得好看 好看吗 谢谢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个玉琢啊 是我送给公妃娘娘的见面礼 是我们香罗国最好的工匠 精心打造了八个月 才完成的 大胆 你居然那么快乐 我送你公妃娘娘的礼物 是的 是的 娘娘 是 这完了 你 来 是 公主身份高贵 何苦跟一个秀女一般计较呢 可她摔碎了我的玉琢 公主有所不知 在我们大明 有一个成语 叫碎碎平安 公主刚进太子府 就打碎了玉琢 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寓意着吉祥如意 遇难成祥 你们汉人的说法还真多 算了吧 我原谅她了 你是上官兰芯 我 我是上官兰芯的 堂堂吏部尚书的女儿 怎么会有一双这么粗糙的手 我 来人呢 在 把这给我带下去 是 原来是个冒牌货 太大了 律师郎 你怎么来了 上官大人 多有得罪 敢问上官小姐现在何处 兰芯 兰芯上午被送到太子府了 真的 可郑贵非要我来拿人 说是太子府里的上官小姐 是假的 不可能 等一下 兰芯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教你画兰花吗 娘 我不要嫁进太子府 孩子 娘也舍不得你 可是会躲不掉的 夫人 小姐 让我代替小姐去选秀女吧 蓝芯 蓝芯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小姐小姐不好了 太子府派人过来了 蓝芯 你怎么在家 那上午送过去的是谁呀 你就是上官蓝芯 上官大人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娘 是我不好 我不禁害了爹 我还连累了梅儿 也不知道梅儿 现在怎么样了 事到如今 说这些话 还有什么用 你爹和上官家 都完了 你去哪儿 我去把爹救出来 怎么救 我会想办法的 蓝芯之女 你怎么来了 李叔叔 我爹怎么样了 李大人 求你救救我爹 蓝芯啊 实不相瞒 事已至此 我也无力回天哪 大人 我有办法 李大人 蓝芯记得大明律法明文规定 凡是九品以上官员 士林魏家之女 都必须参选太子妃 可有差错 对 那梅儿入太子府 选太子妃就没有错 你这话是 梅儿是爹任的义女 早就改名为上官梅儿 上官家 为了报答皇恩 愿意把两个女儿 都送进太子府 参选秀女 而蓝芯 只是因为身体不适 才晚些动身 并不是全心隐瞒 爹正要奏请皇上之时 李大人就派人来查了 我这就面圣 奏明实情 走吧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妃娘娘有令让你们展示自己的女工刺绣 女工不合格的绣女将会被淘汰 绣女们 选花线吧 我来选 这个好看 要休息什么好呢 绣条蛇吧 听说公妃娘娘是属蛇的 小姐 你绣得怎么样了 梅儿 现在我们都是绣女 以后啊 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吧 哦 小姐 兰心 小姐带我亲如姐妹 吃穿用度从不少我这份 就连琴棋书画也跟着小姐学了不少 要不然 我在这个太子府肯定待不长 从小我们就一起长大 在爹娘的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家人 好 宇儿 宇儿 快请进 梅儿 蓝芯 我可以进来和你们一起绣吗 我一个人在屋里好害怕 好啊 过来坐 来 坐 对 就这儿 你手冠真不错 来 看这里 对 应该是这样 贵妃娘娘驾到 姐姐好啊 妹妹突然来到 有失远营啊 姐姐 其实自从你搬离宫里啊 这宫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闷死我了 这不来这儿陪陪姐姐 妹妹心里有姐姐 我真是高兴 妹妹为太子选妃也跑前跑后的 真是辛苦了 哪里 我们姐俩又不是外人 只是 这太子府好像没有空房间了 哦 对了 赵妈妈 奴婢在 紫竹院那儿 好像还有一间空房间吧 有倒是有 可是放了太多的杂物 赶快让下人打扫出来 让娘娘入住啊 是 娘娘 妹妹 委屈你了 哎呀 姐姐 说什么呢 我倒是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款待我 不要 公主 你来有什么事吗 四处逛逛 公妃娘娘驾到 公妃娘娘 拜见公妃娘娘 免礼吧 把刺绣盛上来 是 娘娘 好 娘娘 您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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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玉儿 谁是林玉儿啊 小女林玉儿拜见公妃娘娘 嗯 你这小蛇绣得栩栩如生 而且还是双面绣 真是难能可贵啊 你的绣公和外貌一样出众 谢公妃娘娘夸奖 此绣是心灵手巧 绘制蓝心的证明 它对我们女人 是一个重要的要求 如果连女工都做不好的人 她是没有资格当太子妃的 她是没有资格当太子妃的 留下的绣女有 龚宁儿 赵紫青 林玉儿 林玉儿 金碧瑶 上官梅儿 姚千千 姚千千 上官兰心 好了 大家都下去休息吧 谢公妃娘娘 是 赵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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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好啊 妹妹来了 有失远迎啊 说哪里话呢 姐姐 怎么憔悴了呢 你说啊 你搬到这宫外住了 皇上的事情也不需要你操心 怎么就老了呢 妹妹有所不知 虽然皇上的事我不操心 可是太子的事啊 我却操透了心 怎么能像妹妹啊 整天擦胭脂抹粉的 这么有贤情欲致 这还不是皇上 成天赏我些什么东西 你说要是不用的话 不是又辜负她一片盛情吗 哟 这些就是给太子新选的秀女吧 正是 参见贵妃娘娘 嗯 一个个倒真是眉清目秀啊 都平身吧 哎呀姐姐 最近你不在宫里住 可能不知道宫里的新鲜事 听说啊三王爷最近 纳了个妾 就说啊是婢女出身 你说啊 自从咱们太后以后 这婢女们 那个个都想攀上枝头 当凤凰 可你说太后是什么人品呢 她们哪能跟太后比呢 姐姐 是吧 妹妹说得极是 不过 我倒觉得 这个女人 也是一个聪明的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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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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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大胆的汪公妃 你属蛇 我属兔 蛇吃兔子是吧 好一个王蛇正兔 你到底是何居心 你是不是天天诅咒着我去死啊 妹妹先不要着急 这事啊 我总觉得蹊跷 等我查明了再说 谁秀的 娘娘 是我 好啊 说吧 你是怎么在手帕上做手脚的 我什么都没做 我 我只是在手帕上绣了一条小青蛇 那你为什么绣小青蛇呢 奴婢 只是听说公妃娘娘属蛇 也听说我属兔 没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 料你也不敢 其实 一个小小的秀女 怎么敢做这种犯上的事情呢 是有人指使你的吧 没有 贵妃娘娘 真的没有人指使我 整个太子府都归王公妃管 她没有教你做什么吗 其实 只要你说出是谁指使你的 并当面指证她 我绝不会为难你 娘娘 真的没有人指使我 真的没有人指使我 你最好给我放聪明点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是谁指使的你 贵公公 是娘娘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真的不是我 不关我的事 你不是心灵手巧吗 你不是会救小青蛇 动手 是娘娘 不要去过来 贵妃娘娘 求您查清楚了在世 你是谁 小女上官兰心 也是秀女 你就是上官红叶大人的女儿啊 贵妃娘娘 育儿之时恐有蹊跷 请您明察秋毫 那晚月儿整晚都和我与梅儿在一起 是不可能在斯帕上做手脚的 你放心 我是不会错过一个好人的 贵妃娘娘 您身份尊贵 只能对一个小小的绣女滥用私刑 我用不着一个小小的绣女 对我指手画脚 小小是 稳儿 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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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温馨 温馨 你们相信我 真的没做过 我知道 我知道 求求我 你放心吧 我们会救你的 我爹只是个小小的县令 我一直是想在太子府 过着平安的生活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姐姐 你调教的可真是好啊 玉玉儿的嘴 比石头还硬 妹妹 不要担心 过两天 我一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那就要看你 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答复 妹妹 走好 赵妈妈 你要去哪儿 奴婢 奴婢要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想 除掉玉玉儿 娘娘 玉儿 玉儿不死 迟早会驱打成招的 到时候 不仅是对娘娘 还会对太子不利呀 奴婢 也是情非得已呀 可是 玉儿还那么年轻 娘娘 我看玉儿 是撑不了多久了 玉儿一旦驱打成招 就会祸及整个太子府啊 娘娘 你要想想太子殿下 以大局为重啊 娘娘 不好了不好了 娘娘 修女林玉儿自尽了 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的 还快要看你 真是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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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 神是 什么是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来 兰心 想不到玉儿的 玉儿出身低贱 自己没什么福气 还愿意要当什么太子妃 这是折寿啊 公主 玉儿为什么会死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 你什么身份 哪敢这么跟我说话 不管是谁害了玉儿 都会殊途同归 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的意思是我害了玉儿 你给我说清楚 好了好了 现在玉儿走了 大家心里都很难过 公妃娘娘的心情也不好 咱们就别起内讧了 一旦惹恼了她 咱们都不好过 哼